书馆开书,咱们是书接上文 昨天呢,咱们讲了一下这个乾隆皇帝是如何处置第二次清敏战争前线总指挥杨映居 以及这陆营当中啊,前线的一些领兵将领的 那这些人的结果呀,无非就是一个,那就都是死 说实话,自从这个杨映居来到云南之后啊 第一次和这个乾隆皇帝谎报军功开始 我们啊,就应该能料到他们是这个结果 除非一件事情能够拯救他们的命运 那就是大兵一道催枯拉朽,直倒黄龙 拿下整个缅甸,他们的命运才会有转变 可是啊,这事实它并不是这样 如这个乾文书所约啊 咱们今天把剩下的几场小规模的战斗讲完 主要呢,就是解释一下 为什么乾隆皇帝如此激进的想打这场仗 但是啊,第二次青年战争却以双方霸占而结束 昨天呢,咱们一口气聊完了这个前线洋用居 与这个后方的乾隆皇帝互相往来的公文 其实在这期间呢,这云南前线还有战斗 咱们为什么没讲呢,咱们就不想啊 把昨天呢,咱们讲公文的那条梁子打断 那今天呢,咱们就再往前捣一下 捣到哪呢? 咱们从啊,这杨用居第一次和这个乾隆皇帝提出议和开始讲 这乾隆皇帝直接就回复圣旨啊 拒绝了杨用居的请求 并且答复他呀,为什么不行 皇上在圣旨里讲得非常明确 他说呀,瞒目新街等处接引纳祥 并遵定剃放继承内地版图 皆为中国版与两处降服之人 继统内地人民自当加以保护 穆帮,整倩,整脉等处前此恳求内附 并请我兵保护,焉能还与缅甸听其欺凌 那么说皇上说这些话的有道理没有呢 他非常有道理 但是合不合情呢?他不合情 实际的情况啊,和这个乾隆皇帝所想的一点也不一样 这瞒目新街等处新归祥的免人 他既没剃发,也没有正式的中国国籍 关于这个剃发问题呢,我们都知道 在这云南的少数民族啊 好像一直也没怎么剃过发 大概其啊,就是归顺的时候 这吐司啊,室内意思剃两刀 不跟这个地方都府见面啊 这头发就须着 哎,见面呢,你要管我呢 我再剃两刀 你要不言声呢,咱就假装啊,谁也没看见 更别说呀,这普通的这些民众了 再说这些民众国籍的问题 您想想,这一连着打仗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份 基本上啊,在这个新街 蛮目地区啊,寿祥仪式结束 这些地区正式归府大清 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 镇守这个新街的赵洪榜 就被人打回了同壁关 就凭这两个月的时间 类似这帮地方官啊 他们也不可能给这群新归顺来的 免人上了户口 所以呢,从现代法律的角度来讲啊 这群人还算不得是中国人 可是乾隆皇帝就认为 既然这寿祥仪式已经结束了 这块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国版语了 所以呢,他也就有义务保护这一地区的人民 而且这皇上还强调 如果把这个地区再归还免邦 这个地区的人民是必然受到 缅甸政府的凌辱 哎,这是其一 这其二啊 还有一条最主要的 这就是什么呢 这乾隆皇帝琢磨啊 这孙子好当气男生 哈去,我谁啊 天朝上邦 大清帝国的圣主 我一旦要是同意啊 把这个瞒目心肌归还缅甸 那么大清国颜面何在 是受降如儿戏 如以敬远仪而尊国体 仗打到这样就结束了 并为至圣克节 还要归还以赴之地 皇上用了两个词啊 皇上说那岂不就是 巨师歇手将就了事 尚赴何事体 这话这乾隆皇帝说的对啊 这大清国呀 哎,附属国多了 不但如此啊 周边这些小国都臣服于大清 倘若有样学样都同缅甸一般 那这大清国以后 这边士啊 就没个头了 那就在乾隆32年的年初 前线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之后 这杨庸俊想和他的念头啊 也只能是彻底断了 那这样呢 亡命难尾 这杨庸俊也只好抖擞精神 集合人马呀 命人带队向这个瞒目 以及目邦进发 我还得呀 跟您这个重申一遍 咱们强调一下 像咱们故事里提到的 目邦 瞒目 新街 这原来都是 缅甸地 后来呀不管什么原因 愿意主动归降大清 这缅甸政府军不干派兵来收复 所以呀 才导致有这个新街之战 可是这缅甸人呢 乘胜就追过了边界 过了戒河之后啊 就是一通烧杀强掠 咱们前文书提到了什么 铁壁关 铜壁关 万刃关 巨石关 板凳 坡棱 棱棱 木山呢 这些地方可都是中国地 我就发现呢 很多这个能说会道的主播以及作者呀 聊到清点战争的时候啊 都和我一样 提到地名的时候 尽量回避呀 到底是那会儿还是现在 是中国地呀 还是缅甸地呀 因为查不到文献搞不清楚 讲新疆时候好讲 这南疆啊 自古就叫做七成之地 大城市啊 就七个 多的时候啊 八个少的时候六个 这地名基本上也没怎么变 所以呀 这个禁兵路线呢 地理情况啊 都好讲 到云南这边啊 不好聊了 能找的地图文献呢 本来就少 即便找到了呀 他这些战役都具体到啊 村寨相接 您只要能分清楚 杨应俊吹的那些牛 所打的那些胜仗 都是在中国地就行了 你想什么 这个护撒 蜡撒 拢川 一直打到了藤越 再往里蔓延呢 这战火就要到云南内地了 哎 咱们这一句话呀 往外勾出的比较远 咱们赶紧往回桌 这杨应俊派兵啊 派多少人 又是谁领队呢 说实话呀 到了这个乾隆 三十二年的这个征运 杨应俊这手里的兵啊 才算宽裕 三十一年九月 和这个缅甸开战的时候啊 在前线 笼共就有三千六百兵 这您想也能知道 虽然呢这云南前线 一共有九阵 加到一块三万多陆营兵 可是这兵啊 各营有各营的用处 生要争吊出一支军队来呀 那集结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那么说就不能再等等吗 对呀 错就错在这儿啊 贪功冒进吗 本来呀是预计集结一万四 这不刚集结到三千六 就出兵了吗 所以才吃了败仗 这会儿的老头手上啊 算是宽裕了 能提掉调动的 有一万一千多兵了 可是这里边啊 您听清了 还包括呀 这个杀练和土练 简单的说呢 就是这里边还有民兵 这回再向这个心急进军呢 一次派兵就是九千 其中八千陆营兵 还有这个一千的杀练 这杀练是什么呢 杀练就是啊 这个云南地方杀场上边的 护场队 就是地主武装 带队的是两位总兵 一位是啊 这个朱伦 一位是乌尔登哥 那么这会儿 这缅甸在穆邦地区 有多少驻军呢 加上从云南撤回来的 应该有一万多 到了这个二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清朝大军呢 基本上抵达了穆邦境内 这缅军坐不住进了 就在这一天 出两路骑兵来偷袭清军 还是那句话 这游击战伏击战呢 这缅兵了不得 要是真是两军冲锋啊 在军事素养上 缅军呢 还真是不如这帮陆营兵 您想起吧 这绿营兵啊 他再面瓜 他也是职业兵 这缅兵呢 半兵半农 仰仗的就是啊 这民族骁勇善战 对地势又熟 这两军正面交锋呢 缅军明显不行了 虽然啊 互有损伤 但是还是缅军损伤多一些 那正面打不过呢 人家就要出奇招了 结果呀 就在三月初 丁某日 哎 这缅军呢 连抢了清军两座凉战 抢夺杀死了所有凉战的 驼牛马匹 这还不算 所有帮清军运送 粮食的 驼夫 脚夫 一律被杀 这意图很明显 就是要完全掐断你清军的补给线 这话咱们搁这您记住了 自此以后 一直到这个清缅战争结束 缅甸只要是偷袭清军的后防 这粮食啊 抢不走就烧 这牛马呢 抢不走就杀 粮战粮库内的民夫脚夫 是通通杀死 乾隆皇帝很快就得到了奏报 那他能完得了吗 领兵的诸伦 当即逮捕夏粤 下令孙二贵 乌尔登哥 全面的接管前线的指挥 受到了这个乾隆皇帝训斥以后啊 这云南提督李时生 也赶到了前线 抵达野牛霸监军 哈国兴啊 也带着三千的预备队 抵达了瞒目 这哈国兴啊 在路上摩拳擦掌的 就做好了准备 想要一鼓作气啊 就把这新街 从缅甸人手里再夺回来 一雪去年九月份 这赵宏榜丢新街之耻 这大军一到 这哈国兴都没来得及休息 直接就指挥人攻城 这一攻不要紧呢 攻进去了 进了城一点数啊 发现在这新街这啊 守新街的缅军呢 不过三百人 还都是老弱残兵 再看这些兵啊 各顶各的连手发绿 走路都打画 站都站不起来 原来是闹了瘧气 感性这会儿啊 这穆邦地区的蚊子又下来了 这免贼呀 被仗气所逼 早就全先撤军了 一下子把这个大个的蚊子窝呀 可就扔给了清军 这清军呢 没过半了月 可就躺成了一片 这大伙在新街助手啊 越呆是越害怕 大伙都想啊 上任提督打起呀 可就是被蚊子盯死的 说是被蚊子盯死的呢 那是有点夸张 其实啊 就是蚊子盯了以后 传染成了瘧疾病死的 这哈国兴呢 不敢在新街多待 于是啊 向这个总督汇报了以后 就从这新街撤出来了 回到了国内山沐龙村呢 到那去避疫修整 刚消停没几天呢 这云南军前可就乱了 这乾隆皇帝呀 发现这云南前线啊 上下其手 七般正宫 这有罪的将军 全被锁拿进京 一一治罪 那别的职位都能缺 这提督不能缺呀 这提督是这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呢 那乾隆皇帝自然也知道 一到圣旨就派遣这广州将军 杨宁赴任云南 借替了李时盛 做了云南提督 暂理云南一切军事 这杨宁啊 来的时候是挺勇 没用多长时间呢 就来到了牧邦大营 他到了牧邦大营之后 这重将啊 就跟他提到了这个疫情的可怕 这杨宁还真没拿着疫情办回事 他跟这帮将军说呀 这疫情算什么呀 这广州啊 也不是北方 也有得瘧疾的 好吧 都听我的 这全军上下呀 勤洗手 多通风 戴口罩 手聚会 绝对呀 就能把这疫情看过去 哎 这句话怎么那么耳熟呢 就在嘴边搁着 他想的是不错 可是他这些主意管用吗 嘿嘿 屁用不管 到任之后啊 勉强组织大军 打了一次仗 非常容易就拿回了 募邦旧城 为什么说是非常容易呢 因为这募邦旧城啊 也没有几个免军看守 这会儿啊 在这清军当中啊 这大规模的瘧疾 可就爆发了 这杨宁说不能啊 这专家是这么告诉我的呀 如果阿达这四条啊 肯定能够防疫呀 这怎么就不灵了呢 看来这专家呀 也都他娘的是狗食 俨然这军队呀 已经病得不成军了 哎 清军这样啊 这勉甸那边 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至此啊 这第二次 清勉之争 算告一段落 双方再没有组织起 任何像样的进攻 您要想听打仗啊 却也不难 就在几千里地 以外的新疆伊犁 伊犁将军明锐 集结了三千精锐的 八起索轮兵 才要兵发云南 去着